我肚子超級痛超級不舒服的 所以我可能只能在野外解放了 這是豐村賓果店就在我眼前啦 今日工修耶 難怪一個人都沒有 太厲害了 好 叔叔掰掰 叔叔沒有穿衣服所以我就不拍他了 好 掰掰 在剛離開吳伊朗他家沒多久 就發生了一件在整趟徒步環島當中 最讓我崩潰的事情 大家好 我跟你說 我現在遇到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就是 我肚子超級痛超級不舒服的 而且現在最近的那個 加油站又很遠 所以我可能只能在野外解放了 算這個不好的示範 可是我現在肚子好痛喔 我沒有在演 各位 這是我人生當中 算是一個蠻尷尬的狀況 我沒有想到說 我在徒步環島的時候 會遇到這種事情 一點都沒有 就是走一走突然肚子痛爆 然後 只能在 樹林裡面解決 算是人生當中第一次 這樣的感覺 那因為 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吃了什麼 所以 現在好多了啦 但是後面就是我剛剛解放的地方 但是不推薦大家這樣子 OK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說 你徒步環島每天早上 一定要 上個廁所再出門 因為真的路上有時候 風交野外的 你很難找到一間廁所 加油站也是很久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剛剛就是上完廁所以後 我把那些衛生紙 全部把它放在我的包包前面這樣 就是要把它 恢復原創這樣 用個小塑膠袋把它綁起來 OK 好不舒服喔 要滿身大汗 大家看得出 應該看得出我現在很不舒服的樣子吧 滿身大汗的感覺 好 那路還是要繼續走 再休息一下 真的是在路邊 還好這邊沒有什麼車 好 繼續走起吧 其實就跟愛情一樣 有時候感覺一來 擋也擋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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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千萬不要亂學 小朋友千萬不要亂學 哥哥是有苦衷的啊 我走一走發現一個很酷的地方 重點是前面這個有點像 霍爾的移動城堡 可是他今天沒有開 這是一間餐廳 Mr.Sam 山姆大叔 好 那現在中午時分呢 那我們已經來到哪裡 壽豐車站這邊 壽豐市區 那在 吃那個我夢寐以求 朝思暮想的 豐村冰果 店的干測冰之前 我要先來吃一個 正餐 早上到現在都沒吃東西 蠻餓的 走了兩個多小時 10公里 那我們先隨便找一間吃的 重點還是放在 冰 OK 甘蔗冰我來了 我怎麼有個 不祥的預感 這是豐村冰果店 就在我眼前啊 我們來看一下 要吃什麼了 甘蔗冰是一定要點起來的 對唷 不對唷 發生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這邊 應該都是要打牌床的 為什麼今天沒有咧 哇塞 今日公休耶 難怪一個人都沒有 我的天啊 崩潰中 大崩潰中 我已經無言以對了 竟然沒有開 沒關係 我跟你說 我剛查了班次 明天呢 我再從花蓮市區搭火車 搭20分鐘的火車來到售豐 補拍這個畫面好了 因為我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到這個 豐村冰果店的甘蔗冰 朝思暮想 結果竟然沒開 代表我們今天沒有緣分 明天就會有緣分 OK 明天大概早上 中午的時候過來好了 那 其實在 壽豐這裡還有另外一間冰店 叫做 那間叫什麼 冰工廠 對 春回冰工廠 我們一起去吃吃看冰棒吧 要來多來幾次 才吃得到這個 我朝思暮想的甘蔗冰 結果我竟然忘記了火車時間 還好之前有和Emily來吃過 就借用之前的影片吧 我先吃嗎 沒問題啊 吃一口綠豆了 喔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吧 甘蔗好爽 來 好甜喔 很清爽 非常好吃 尤其他的綠豆 好綿密喔 那鳳梨咧 好沒吃 鳳梨我來吃好了 好你先吃啊 我已經在 絕對會愛 好 還是要再去買一碗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一開始以為 他的甘蔗冰會很 甜 結果沒有 不是他就是甘蔗的甜 就是很好吃 甘蔗的青雄甜 對吧 他的鳳梨好好吃喔 好讚喔 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很好吃 好好吃喔 我覺得可以再去買一碗的 他一碗50塊 然後選兩種配料 推推 可以齁 嗯 再勾一點 再勾一下 我等一下跟他出選一種就好 我只要加鳳梨 那你去 蛤 我再去買一碗 不是 這個路 超多人 還要嗎 要啊 就在這裡 吃個冰凍 吃個冰凍 冰凍 綠豆 然後黑糖 鳳梨 百香果 來吃吃看他的這個百香果 喔 是看得到顆粒的我跟你說 好硬好硬 好濃郁的香味喔 那個果香非常非常濃郁 可以耶 這碗感覺是完全沒有加任何一滴水的那種 我這一隻30塊 太口了 馬上都吃完了 我會想要再吃第二人吃 因為他那個水果我也只在看你懂嗎 就用魚人吃下去懂 他其實有很多不同口味啊 那來到這邊還可以吃冰淇淋 還蠻滑的油油 所以算是一間綜合的 冰店 這個 冰工廠 重毀 春毀 冰工廠 好 那我們要繼續起程了 等一下呢 要來吃個下午茶 下午茶是什麼 傳說中的 玉林 橋頭湊湊澆 因為很多粉絲跟我說 在那個星天堂樂園 就是那個 騎車17分鐘 走過去要 兩個半小時 那我們就慢慢騎乘吧 好啦 那經過了不知道多久 OK 走路已經走了五個多小時 五六個小時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 算是新天堂樂園 就是傳說中的貨櫃屋星巴克 OK 那來到這邊其實最重要的不是要喝星巴克 是要吃那個玉里橋頭臭豆腐 它有開 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直接過去吧 就在遠處 在那邊 吃起來 走啊 我幫我傳給你 你好 你好 我媽是追那個在路上 你說冰淇淋那個 這麼巧 好 我要一個 紅茶 然後一個 大份的 小份的好了 小份就好 那種 小紅喔 要辣嗎 要 小小要辣喔 就是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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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玉琳在里面 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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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是吃到夢寐以求的玉璃橋頭臭豆腐了 因為這邊正對著那個電風扇 所以應該會有點吵 我不需要說跟昨天的那個鳳梨韭菜臭豆腐一比 不比較就沒有上台 它這個真的炸得太酥脆了 太厲害了 真的很厲害 我之前拍有拍這個在玉璃那間 它其實要非常多次 不同油溫的鍋子 要過三個 過三個鍋子你知道嗎 其實它現在炸那麼酥脆 而且它的那個蘿蔔絲很爽口 你看 真的太厲害了 雖然比玉璃本店的價格貴了一點 但能吃上一口加上不用排隊 這點就很值得啦 那吃飽飽要安心上路啦 那我要來跟大家說齁 你一定要點它的那個什麼紅茶 因為它紅茶那種帶有一點點甜 然後非常的好喝 然後那個橋頭臭豆腐啊 小份的絕對吃不好 我剛剛有點後悔點小份的 小份六十塊大份的一百嘛 那再來就是它的一定要加辣 對它加辣非常的怎麼這樣 畫龍點睛的部分啦 我必須要這樣說 好嗎 那所以就是加辣 點大份的 然後配一杯紅茶 一瓶紅茶 這樣剛剛好 這是一個套餐的sad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再走一個半小時 就要結束今天的那個活動啊 Oh! Fighting! 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天一全暗呢 現在晚上的快7點 我今天時間抓的沒有很準 應該說我大概快中午才出發嘛 11點半左右 然後又吃東西休息 今天休息都比較長 放慢一下腳步 但是就變成說 走在要走到那種天黑的時刻 所以夜走 那其實夜走的話 我沒有帶那個燈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會閃光的燈 所以還蠻危險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要繼續趕路了 我不需要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這部影片 訊息量非常大 有吃也有最崩潰的事情 都發生了 然後還有人生當中 第一次夜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